耶稣上了橄榄山 第二天一早 他回到圣殿 众人来到他那里 他便坐下 开始教导他们 这时 法学士和法理诗人 带来一个反奸任时 被抓住的妇人 他们使他站在人群中央 然后问耶稣说 劳斯 这个妇人与人奸任 当场被抓住 依照梅失法律 该用石头扎死这样的妇人 现在你有什么话要说 他们这样说 示威思探耶稣 找理由控告他 耶稣却弯下身 用石头在地上写 他们继续追问 耶稣才直起身来 回答说 你们当中 谁没有罪 谁就先拿石头扎他 接着他又弯下身 在地上写 他们听了这话 便从连老的开始 一个一个地散去 指圣下耶稣 和站在那里的妇人 耶稣就站起身 对他说 妇人 他们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回答 主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